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喜好音樂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外面是不是還下著雨 非常感謝 在這樣的一個天氣當中 真是風雨雇人來 所以看到有這麼多的 樓上還有 有這麼多的朋友來到我們的現場 參加嘉義民主管協樂團 串聯福爾摩沙 第四場台北流轉的演出 讓我們非常非常感動 或許各位對於嘉義民主管協樂團 比較陌生 這也是我們成軍 將近八年以來 第一次在這個場地演出 我相信在場的 所有的演出人員 都非常非常的感動 而且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嘉義民主管協樂團 其實是一開始 由李影團長他所領軍 他從小學國樂 他想 會不會嘉義地區 以後沒有辦法聽到 比較大型如交響師般的國樂演出 所以他結合嘉義地區 許多喜好國樂的年輕人 一起創辦了這樣的一個樂團 這麼多年來在很多人的鼓勵支持之下 每一年都辦理了時光隧道下的兩端這樣的音樂會 比較難得的是 其實嘉義地區並不是一個都會型的地區 資源也比較有限 但是每一年他們一定聘請 國內知名的指揮家 以及獨奏家 共同參與演出 一方面是觀摩 一方面也是提升他們的音樂素養 同時在每一年的演出當中 必定委託創作一首屬於他們年度演出的樂曲 我想這是非常難得的 那今天能夠在這兒 我想也要特別特別地感謝北市國給我們這樣一個機會 好像是北市國的前任首席指揮 渠春秋老師是不是也來到現場 謝謝 謝謝 謝謝曲老師 給我們這麼多的鼓勵 給我們這麼多的協助 那另外在台上 除了嘉義民族晚弦樂團之外 南華大學的民族音樂學系 也是今天共同演出的成員之一 那我們南華大學新上任的高俊雄高校長是不是也在 在哪 謝謝 謝謝高校長 這您上任 才剛上任就封城鋪鋪 來這裡鼓勵您的學生 那今天的演出的曲目 事實上都跟我們這一塊土地有關 首先要為各位介紹的第一首樂曲 叫做TOO 我想我談到這個曲名 你們應該非常熟悉 甚至隨便都可以哼兩句 它是非常快樂 而且帶有點詭諧的曲子 它事實上是原來台灣風情的第三樂章 除了台北調哭調之外 這是第三樂章 所以您會聽到在非常極速的音樂聲當中 TOO這樣的曲式就出現了 慢慢在壯闊的形板當中 您也會聽到Horohe 它的名歌就是桃花過渡 那TOO這樣的一個曲式在不同的形式裡面 反覆在出現 那最後在非常熱鬧的氣氛當中結束 那其實我在聆聽這首樂曲的時候 我可以感受到就曲者對於這塊土地 濃濃的愛 同時也相信會喚起各位很多的記憶跟情感 現在就我們歡迎旅團場以及教育民主管協議團 南華民族業學系所帶來的TOO 請各位用熱烈掌聲歡迎他們 和年渡周趣旨 和有一問 collaboration 謝謝 我們有了 表達 這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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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在2022年的时候 嘉义民俗馆学乐团的年度音乐会 委托谢慧如老师所作曲的印象冤名 这是取材在我们嘉义大浦的中文水库 作曲家亲自到了现场去采集 那儿的风土人情之后 写下这首乐曲 我们可以想象 事实上我觉得音乐是有声音表情的 比方说昨天我在这儿听了梁祖 其实它没有画面 但是如歌如气 你又有渲染欲气的感觉 那这样今天这首音乐 也是非常有画面的 各位可以想象我们三五好友 乘坐船儿在湖光山社当中 那这样的平静的湖面 事实上它也是充满生命力的 所以偶尔在湖中你幸运的话 你在飞鹰峡谷往上一看 还可以看到黑鹰在盘旋 那甚至于你可以看到钓客 一条条的鱼儿钓上钩来 甚至于在中文水库它有很特别 我们那儿的山猪是喜欢听歌曲的 只要传到那个地方放歌曲 山猪就跑出来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我是说真的啊 各位不要笑 可以到那儿的时候 导览就会告诉你 所以这样的一首音乐 各位可以想象 当我们沉浸下来的时候 好像时光就突然凝结下来了 我们在夕阳夕照之下 可以享受山城水乡之美 请您用着想象力 来聆听这首《印象为名》 请您欣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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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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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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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他们歌声唱得越热烈 越热情的时候 他们祈求可以风调雨顺 小米可以丰收 所以这样的一首音乐 我们作曲者运用它 八部合音的这个叠瓦式的一个音乐的关系 所以慢慢堆叠成今天的这一首音乐 我想各位在等一下聆听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人声也有几反的声音 用这样来表现出我们布隆族 他对于天神的祈求 还有他的虔诚 也充分表现出他们的生命力 那这首乐曲特别邀请了刘世伟老师 来担任指挥 请各位来聆听这首非常有生命力的乐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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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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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立的時候像什麼 寒極 但是地球可不一定是同一個方向來看 如果橫著看的時候 其實台灣像一隻鯨魚 各位去想像像不像 那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 金之島笛子協奏曲 它是笛子跟樂團之間 用敏泰化的方式 就如同是鯨魚跟海洋的脈動 這首樂曲總共分為六個段落 但是其實我在導臨樂曲的時候 比較不喜歡分段落式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畫面 一開始是由吉樂主 他用特殊的聲音表現 就好像鯨魚在說話 接著慢慢邦迪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想像在一片浩瀚的海洋當中 海鷗在天空飛翔著 然後鯨魚在水中悠遊 慢慢地 慢慢地 如歌的曲子出現 我們會有一個畫面就是 燦爛的陽光照在如鏡面的海洋 這時候我們在海底下看到 成群的鯨魚 可能就像白色的蓮木一樣 忽影忽現 偶爾跳出水面來 但是接著 音樂的風格產生一些變化 就好像我們鼻子跟樂團之間 鯨魚跟海洋之間對抗 一陣黑潮來了 但是鯨魚它衝著長浪 仍然不畏懼地在尋找它回遊之處 慢慢地 慢慢地 海洋慢慢平靜下來 再來一個緩慢的漂浮的浮動 我們鯨魚也跟著水面的浮動 慢慢地 慢慢地沒入水中 最後在鼻子跟樂團 非常和諧的一個交互當中 我們似乎好像出現的是 我們溫柔的母親 台灣 請各位欣賞世界首演的 京之島 鼻子協奏曲 歡迎我們台灣國樂團的張俊豪老師 來擔任第一次的演出 請各位用掌聲來歡迎他們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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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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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从松山区 我们来绕回我们的故乡 嘉义民主管协业团 它目前是嘉义的助管 的团队 那助管是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 而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地点 就在民胸 所以在去年在年度音乐会 他委托 刁鹏先生创作了刘家古厕 刘家古厕在位在民雄 它曾经是融合敏事建筑跟巴洛克式的风格 有喷泉水池 在日剧时代就有 然后有楼台 是相当有气派的一个建筑 所以乐曲一开始 或许曾经的繁华 表现出这一栋豪宅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传说 它变成在台湾排行榜很前面 叫民雄鬼屋 我这么一说 各位大家会心里想 刘家古厕 古厕就是民雄鬼屋就是 怎么会创作这样的乐曲是不是 因为它真的很有特色 后来经过了很多的传说 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灵异传说 作曲者他采集了这样的一个田野调查 有人说是无稽之谈 但也有人是说的会声会 有人说是半夜执勤的时候 士兵执勤的时候杜姑 结果不小心就枪支走火 但也有人说是在日本士兵 他就寄予这种豪宅 而且想要抢取这个千金 这个千金小姐就很聪明 他就心生一计 就来个一个闹鬼的大计划 所以在半夜慌乱之中 士兵就拿枪 结果就误杀了军官 因此这样的灵异传说 就慢慢慢慢传说开来 所以待会儿各位您可以评一想像 因为他除了前面有这个豪宅 比较灰红的一个音色表现之外 后面其实声音表情非常非常多 因为这一栋建筑蒙上了一些吊诡的 一些神秘的色彩 统统在这一首音乐作品当中可以表现出来 请各位欣赏这一首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刘家古厝 我们再次欢迎刘世伟 刘老师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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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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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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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來賓 謝謝李雲 謝謝 我們期待再相會 天余回家請小心 再見囉